请合掌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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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大佛顶手认严经 大势之菩萨念佛原通章 书抄讲迹 我们翻到第十八页 这个注解当中赞叹 这个念佛的法门 大小并收 立顿均舍 三根普丕 立顿全收 这是阿弥陀佛的 愿立红身 所以 只要我们是持明念佛的方法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跟那些立根的大菩萨 平起平坐 跟他们相比 我们不会矮一节 极乐世界是平等的法界 使掌接着说了 你要真正去 真正往生 那些大菩萨们 对你赞叹 为什么 他一定都会说 你很幸运 很难得 他们修了多生多劫 才遇到这个法门 才到此地 你不费功夫 一下子念佛 你也来了 当然 很幸运 也没有离开英国 遇到这个法门 又能相信 也不是偶然 无量寿经当中 告诉我们 以臣供养诸如来 则能欢喜 信此事 佛讲出来了 欢喜接受念佛法门的 肯依教奉行的 过去生 供养无量诸佛 中了这个因 现在有缘 遇到这个法门 又很容易相信 另外的经文 也都强调这一点 若于来世 乃至正法灭食 我们现在处于末法了 这经句就讲的是 我们这个时代了 当有众生 执诸善本 以臣供养无量诸佛 有彼如来 家威力固 所以我们很幸运 而这当中 我们欢喜接受 肯念都有无量诸佛的加持 人德如是广大法门 遇到这个法门不容易 可以当生成就 这个魔功震动 不愿意我们出去 我们过去 累世 冤亲债主也不少 幸亏有无量诸佛的加持 能得如是广大法门 这些经句都让我们要升起 珍惜这一次因缘 这一次成佛的因缘成熟了 不能当面错过 而且经文接着说 加威力固 能得如是广大法门 摄取受辞 这个摄取是我们老实念佛 而这个法门 是从国起修 集修集果 一般法门都是修因得果 这个法门特别法门 这个境界 等觉菩萨也没有办法完全了解 《无量寿经》也讲出来了 为佛与佛乃能知 这是佛的境界 身闻意解 师佛制 尽其神力莫能测 如来功德佛制之 唯有世尊能开示 这是佛果地上成就的法门 所以老实词明了 全设佛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了 所以这走的是境路 成就快 老和尚常说 中了佛门第一特奖 黄念老更具体比喻 让我们容易感受 其他法门 修因得果 好像今天要吃馒头 馒头是果 我们修因得要找种子 种麦子 长了几个月之后 收割 磨麦 做馒头 最后吃 这个法门 直接吃馒头 从果起修 集修集果 所以如是妙法性听闻 这个妙法 我们有机会接触到 阴藏念佛和身洗 自己太幸运了 好好珍惜 请问大家 你中了特奖了 接着怎么办 赶快去换 你一念佛 这个佛功德 就成自己功德 欧益大师说了 以慈名故 善根福德 顿同诸佛 跟佛功德平等 这样的话 不容易说出来 这欧益大师说出来了 而且 应光大师 怕我们看不懂 欧益大师 应光大师说 纵使古佛再来 给阿弥陀经做注解 都不可能超过 欧益大师 那请问大家 欧益大师 是什么身份 按诚德的观察 提供大家参考 这静宗十三组 可能都是西方三组 应主说 古佛再来 都不可能超过 那有可能 欧益大师是 阿弥陀佛再来的 一起配合 让我们 对这个法门 能够生起深信 不怀疑 连上一节课 我们举到 江卫农老居士 一身专攻金刚经 他也赞叹净土 持明念佛 暗和道庙 即是行身般若 无意念实相 持明念佛 跟实相念佛平等 我们在凡夫位 可以修法身菩萨 一样的功德境界 无意念实相 事故 能灭众罪 能消众业 所以我们看到 你看张善合 一身杀牛 地狱向现前 念了实身佛 把地狱向一下就转 转成极乐世界了 所以这个佛号 灭罪业的力量 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一开始 引了经典 赞叹修这个念佛 修大师之菩萨 念佛原通章 这个功德 无量无边 转地狱 阿比地狱就转成极乐世界了 所以这里说 你走的是净路 他不晓得 绕了多少圈子 成就却一样 所以念佛法门 祖师们说 静中静又静 真的是静路 用了三个静 第一个静 佛法门大小 大小小陈 第一个静 是大陈 大陈 臣佛 的静路 第二个静 是大陈当中的禅宗 静中 静 第三个静 就是念佛法门 佛在经上说 若能但念阿弥陀 是名无上深妙禅 禅已生是静中静 这一句念佛 这一句阿弥陀佛 又是无上深妙的禅 成就有多快 我们举实际的例子 黄念佛在 讲净土之良的时候 讲到了信愿持明 是持明念佛 不但是临终往生 不但是临终往生而游 若人根气猛力 修行 修持很精进 于现身就有不可思议感应 其实这一段就印证了大师之菩萨 念佛云通章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不是临终当来 这一位大菩萨就证明给我们看 现前当来 近代有一穷苦 未进南北朝的静朝 他很穷苦 生活困难 起厌离心 厌离说婆 不该搞轮回了 老和尚常常说 搞烦了 不想再搞了 诸位同修 大家还想不想搞啊 我看大家的表情 好像还没有搞烦了 这个要看破世间 三苦八苦 轮回路险 一只脚踏偏掉了 又掉三二道去 归命大慈父 早生极乐国 谈子归安阳 阿弥陀佛一来 我们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严辐不可留 这个轮回路太险 一日无常到 方知梦里人 无常迅速 最近 我们认识的一些同修 好几个 我知道的 四十几走了 五十出头走了 都比我小 所以这个轮回的路太险了 而且后面 五恶五痛五烧 九后转距 更加无常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现在天灾人祸的比例 越来越频繁 所以修行人有警觉性 所以修行人有警觉性 不留恋世间 每天最后一天 这样不容易贪恋世间 当然也要告诉亲戚朋友 这是无量寿经当中教导我们的 因为现在供业太强了 众生若有极难恐怖 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 无不得泄脱者 孩子从小教他那个观世音菩萨 广大灵感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愿力 红身 闻身救苦 千处祈求 千处应 苦海常作渡人舟 所以在无量寿经 释迦牟尼佛 有特别劝大家 在危难的时候 那个观音菩萨 那往生极乐世界 在无量寿经 二十四品三倍往生都提到了 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大家菩提心发了没有 这是往生必具的条件 无常来 我们菩提心还没发 不能往生 极乐世界 普贤菩萨的法界 小成人 心量不够 不能往生 这个 起燕离心 这个禁朝的 这位穷苦的人 他燕离娑婆 这个就是菩提心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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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大师 敬忠十一祖 慈悲 有一篇教导 劝发菩提心闻 我们敬忠同修 必修的教会 我们随着祖师的教导 就把菩提心慢慢就发出来了 祖师说的 必有因缘方得发起 菩提心是真心 是我们本有的 我们遇到缘 它发起来了 什么缘呢 念恩的心容易升起菩提心 我们念本师恩 释迦牟尼佛第八千次来 这一次又讲了四十九年 为我说法四九年 我念祂的恩 不能辜负祂了 这一念心 菩提心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就是为我发的了 念阿弥陀佛的恩 不然我不可能断得了见尸烦恼 我只有永结 轮回六道 主要还在三二道 阿弥陀佛是救命稻草 为我发四十八愿 念本师恩 说婆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 极乐的本师 阿弥陀佛 所以静修结药 我们看第一拜念释迦牟尼佛的恩 第二拜念阿弥陀佛的恩 随着这三十二拜都是随文发起菩提心 因为都是讲着极乐世界一正的庄严 我们念恩 我们越想极乐世界这么殊胜 我怎么可以不去 这叫念求生净土 也是菩提心 所以燕尼娑婆 怨生极乐 都是菩提心 结果这个燕尼星起来了 不留念世间 乃专程念佛七日 就念了七天 感阿弥陀佛 现身说法 当下物无身法忍 这个无身法忍就是金刚经说的法身境界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路无身 七天 这个方法 你看 尽中尽又尽 七天就成法身大师了 昊绝明妙行菩萨 清朝的时候 机缘成熟 他以前十二个同战道友聚在一起 绝明妙行菩萨 又来给他们说法 从极乐世界来给他们说法 把他记录下来 就是西方阙子 这一部 敬主的经典 所以这个菩萨慈悲 教诲我们 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打得念头死 虚如法身活 我们的清净法身 慢慢就恢复回来 夏年老 怕我们忽略这一句的重要 他老人家说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多念一句试一句 多念一句就有一句的功德 多说一句就废一句 我们一讲闲话 时间精力就浪费掉了 废掉了 而且又造了口业 所以黄念主老居士说 抢救 念一身就抢救得一身 观经中 又举了观无量寿经 韦提西夫人 因为她的孩子杀父害母 所以她起了厌离心 祈求佛陀 这个世间太着恶了 我不想待 可不可以介绍宇宙间哪一个佛国度比较好 佛就限了十方佛国度 她也很有眼光 很有智慧 她挑西方级的世界 当然佛 首先跟她讲敬业三福 代表三世的诸佛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世诸佛都要照这样修 敬业正英 所以老和尚教导我们 敬中学人 修学依三福 要打三福的基础 尤其第一福 扎根 扎了做人做事的根 就符合阿弥陀经说的善男子善女人 那韦提西夫人只是在家妇女 闻经了 佛跟她讲观无量寿经 然后见到佛 也获无身法人 而且不只是她获 她身边的宫女同时遇到 听观无量寿经见佛的法源 都成就了 所以这个法门不失意 你看在五经一论当中 都展现出来了 这韦提西夫人是在 《观无量寿经》当中 展现这个法门的殊胜功德了 我们前面学习到的是 大师之菩萨 念佛 元通章 依教奉行的殊胜功德 所以这个法门不可失意 是男性而易行 三岁小孩都会念阿弥陀佛 都能修 老上讲经说 有一个女孩八岁 听到她父亲在念经 念净土经 好像是念弥陀经 她问她父亲念什么 这个经什么意思 她父亲给他讲极乐世界的情况 这八岁孩子很欢喜 她父亲我也要去 她父亲就教他念佛了 念了三年 这个十岁就往生了 佛来接他了 这小孩子单纯 成年人心比较复杂 越单纯 跟阿弥陀佛越快相应了 诸位同修 你的孩子 孙子十岁往生 你愿不愿意 哎呦 有点舍不得 大家想一想 这个以后的社会 比我们还复杂了 有没有 你看现在手机来了 哇复杂度快速增加 说到这个 手机的问题 我看很多家庭的 一个头两个大 为什么现在问题这么难解决 就好像生病 你病都已经发出来了 当然不好治了 要防伪杜剑 这个 在战国时代 在战国时代 魏文侯 遇到一个很有名的中医 扁鹊 魏文侯说 你们家三个兄弟 这扁鹊排第三 三兄弟 谁的医术最好 这个扁鹊说 我的医术最差 我大哥最好 他在病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他就把他调理好了 所以我大哥的名声 出不了我们家 那我的二哥 人家的病稍微有一点出来 他马上就把他处理了 所以他的名声 出不了我们家这个巷子了 我的医术是最差的 这个病已经形成了 我得给他喝药 甚至还要针灸 用很多方法 才能治疗 我们现在为什么 好像面对的问题 都觉得挺不容易的 我们判断事情 太慢了 没有见为支柱 所以古人心清净 容易 很早就发现问题 这样继续下去会变成怎样 哇 你看看 这个 比方说 一家三口来 那个有阅历的长辈 看这三个孩子讲话的状态 就断他以后的成就了 所以古人谈教育 从哪里开始 胎教 现在很少人有这个观念 所以老和尚说 重视胎教出圣人 我觉得我们进中学会 都应该办胎教 因为老和尚讲得很精辟 重视三岁以前出闲人 三岁以后交到君子 不错了 结果最近 这几年 我遇过十几个胎教的孩子 真不一样 我跟他们相处 有时候相处 一整个月 没有见他们 发过脾气 情绪化 我一次都没看过 哇 这个善根比我厚太多了 我母亲说 你小时候脾气也不好 你看人家这孩子的时节幽远 结果这孩子 到六七岁了 到学校去 人家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漫画 他一接触 不舒服 不看 用现在的话说 有免疫力 身体有免疫力 心理也有免疫力 十节因缘抓队 那没关系 我们现在面对的 孩子超过三岁了 或者成年了 也没关系 亡羊补牢 犹未完矣 毕竟人之处性本善 我们只要真诚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但恐诚心未至 我们真诚都能感动 亲戚朋友的本善 所以这个孩子坐胎教了 手机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它不相应 当然了 在父母的身教 对手机那只是一个工具 需要打电话的时候 用平常不刷手机的 上行下效 孩子也不玩这个东西 求学 第一个要素 要降得浮躁之气定下来 心浮气躁 没法学经教 你很浮躁 左耳镜右耳就出来了 这个法入不了心 甚至于心浮气躁 都会听错 所以唯学第一功夫 要降得浮躁之气定下来 我们自己检查检查 我们每天遇到境界 老和尚的教诲起不起得来 假如都起不来 我们的心应该不是太安定 所以这些法不容易入心 在境界不容易提起来 所以我们要把心定下来 要习定 定需习 定要练习的 谁不想把心定下来 可是一想定心 抽刀断水 水更流 想把妄念止住 妄念越多 念佛就是习定的方法 妄想千般皆不管 一句佛号要分明 这个就是习定了 我们读经也是习定 听经专注 没有其他忘念也是习定 包含习定的方法 包含行住坐卧 不要慌张 不从容 走路安定 不能慌慌张张 心都是急躁散乱 都没定了 吃饭 细嚣漫咽 吃好快 我有一次跟同修 你怎么吃这么快 我是暗示他 你不要这么急 他说我本来就这样了 我习惯了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 这个以前小朋友 学的第一部书小儿语 第一句话 我们假如这句话没有做到 那就是最小的小朋友 学的第一句 我们还没学会 就一年级第一堂课 还没学会 要上二年级很难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 时差久错 只为慌张 为什么会出差错 因为心不定 慌张 好 所以我们看 这个手机 好多人上瘾 然后现在 这个天灾人祸 频率好高 未来社会挑战很大 我们家里的人 能赶快往生极乐世界最好 不要情直深重 求出轮回 终不能得 好 你说 你已经有把握 欲知实至往生 你说孩子没人照顾 你有把握往生 那孩子我们 照顾都没问题 你往生了 你就是阿维越智菩萨 你随时在加持你的孩子 好 所以这个 佛在弥陀经 无量寿经 都一再说 男性之法 信的人 那是真正有 善根福的因缘 这个阿弥陀经说 不可少 善根福的因缘 得身比国 我们对善根福的因缘 要敏锐 其实 不可少善根福的因缘 听老和尚的话 不可少善根福的因缘 不可少善根福的因缘 听父母的话 能听父母老师的话 都是有善根福的 所以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善根福德 因缘 最好的方法 念这一句佛号 深深唤醒自己 这个善根快速提升 暂时胜号 显安大师在劝发普利新闻说的 胜过布施百年 所以这个福德 增长快 这叫万德鸿鸣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胀消除 不但道心纯属 结果福会增长 灵命忠实 慎重现前 阿弥陀佛带着极乐世界慎重来接引 慈悲加幼 令心不乱 不是我们念到一心不乱 是真信切愿 佛一定来接的 那佛放光 我们就一心不乱 令心不乱 接引往生极乐世界 七宝慈中 花开得见阿弥陀佛 这是晋修节要 第十五拜 这些句子 都是五经一论的精华 汇集得非常好 我们现在工作家庭责任重 但每天十几分钟来受持 这个静修节要非常好 那我们的讲座 纯讲净土 因为这一次讲座 讲这一部 念佛 念佛原通章 纯讲净土 参加的同学 比任何地方的讲座人都少 这个现象正不正常 很正常 如果我开这法门 来了几百人 几千人 那就奇怪了 为什么 佛说男性之法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信 我这里开这个法门 你们来了十几二十个 这是对的 很正常 男性之法 男性 这是很正常的 那个容易相信的人就多 男性的人就少 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学习 我们现在线上快三百人 这是什么 这是师长老人家加持 他老人家教化六十多年 我们 这个 四众弟子 得他老人家 慈悲加佑 加持 所以 这个专讲净土 几十个人 很难得 我们得到他老人家加持 我们可以有两三百人 一起来学习 珍惜 当身成就的机会 一定不能跟他老人家爽约 我们要跟他老人家一起在极乐世界相聚 老儿上说想他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 到时候我们去了 老儿上说你也来了 跟自己老师的约定不可以调票 老儿上晚年 也跟我们身边的人劝勉 现在求的没有别的 多带一些人回西方极乐世界 这也是落实了《无量寿经》 受此广度生死流 如是妙法性听闻 因常念佛而生习 而且 跟阿弥陀佛同心 多带一些人回极乐世界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 真善有 阿弥陀佛点赞 善哉善哉 老人家讲这一段话 也是给我们心理建设 我们去给人家介绍念佛法门 不要期望太高 期望太高 到时候人家不接受 太失望了 所以老儿上说 你一劝他 他就接受 他就欢喜念了 那不得了 他要成佛了 那是当生成就的法门 所以你劝人家 人家不接受 这个很正常 不要太难过 包含 我们办一个念佛堂 成就一个 那就一尊佛 功德就无量无边 就很值得 不要想着 我要几百人 几千人 所以 这个男性之法 但是肯性了 这个人就能成就了 当然我们 半念佛堂也是 多多益善 越多人成就 当然是越欢喜 但是我们也不要 落入 这个得失当中 因为 真的相信这个法门 无量寿经说了 行超普贤 登彼岸 这是不一般的 善根福德 因缘 所以成就是不可思议的 希望大家 对于这稀有 难逢的因缘 在短短七天当中 要把他把握住 老人家画的七天 讲解了 这个大势之菩萨 念佛原通章 好 无论是立根 顿根 九法界的众生 上到等觉菩萨 下到地狱众生 他通通都度 一个也不漏 只要你能真正相信 你能发愿 能够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 就是 幸愿行 三知良 具足 一定 万修万人去 因为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 只要我们这边聚足了 那边是绝不可能有情况 而且接着赞叹道 四理圆融 这一句是从四理上说的 原来 四就是理 理就是四 理是不饿 这个就生 理是理体 四是四项 我们看 极乐世界 六成说法 这是四 怎么来的 阿弥陀佛 真心所化 所以 阿弥陀佛的心 阿弥陀佛的这个理体 跟四是一 不是二 你看 还有白鹤孔雀 鹦鹉色力 加灵凭且 共命之鸟 他的国土没有三二道 怎么有鸟 皆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做 你看 考虑得很周到 老师在旁边 你比较没有放松 这个鸟在旁边 说法 你很自在 理事不饿 那这个就生 比前面难懂 后面一句 那就更生 性向无碍 一个是事理圆融 一个是性向无碍 如果以华言经来说 这个事理圆融 就是华言经上面 讲事无碍法界当中的 理事无碍法界 性向无碍 就是事事无碍的法界 这些都是 法身大师所证的境界 这个无量寿经 中本华言 所以 他所谈极乐世界的境界 跟华言经 事无碍法界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现在 学佛 那佛很自在 那我们学了佛 把经教用上了 我们有没有越来越自在 我看大家没有点头 这个要自己检查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老阿上给我们讲得很圆满 他也表演得很圆满 他给我们证明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为什么享受 事事无碍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时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请问大家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有没有障碍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这两天 有没有起一个念头 都是他害我的 都是他障碍我的 那这个就有爱了 境界障碍不了我们 真能障碍我们是什么 自己的念头 有分别 有执着 有对立 就有障碍了 所以这个无爱的生活 我们要把经教用上 老和尚讲 望静还原观 讲了两遍 完整两遍 其中讲得最多的 因为这个望静还原观 是显一体 你看我们刚刚说本体 自信亲近原明体 就是我们本有的真心 起二用 来致他两用 三种周骗 再来是第四是 菩萨式的 五指六观 其中讲解最多的 就是菩萨式的 其实就是我们在生活 主事工作当中 怎么行菩萨道 第一 随缘妙用 无方的 你看妙用 随每一个缘 产生自己的受用 自己在这个境界提升 产生他受用 别人受我们的影响 他也得利益了 比方说今天 孩子还是孙子 犯错了 我们一看他犯错了 骂他一顿 不妙了 自己伤了肝 暴露伤肝 这个孩子 可能也受你情绪影响 可是呢 你看到孩子犯错了 你没有发脾气 还帮他收拾残局 这个孩子很惭愧 哎呀 惹了麻烦 这个爷爷奶奶没骂我 爸爸妈妈没骂我 还帮我处理好了 他惭愧心起来了 这个时候呢 你又告诉他 下次如何 不要犯这个错 他就记住了 他就受用终身 你看我们练不动气 不生气 自受用 掌握情绪 才能掌握未来 孩子记住了 如何不犯同样的错 自他都成长了 都受用了 所以没有障碍 都是好事 无方的 没有固定的方法 没有固定的地方 随缘就方 看实际的情况 那为什么能妙呢 妙在不动情绪 不动心 妙在心里有佛号 我们现在说 不动心不容易 稍微有点情绪了 因为平常就在念佛 所以稍微有情绪 看得到 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把它调下去 本来这个脸部的肌肉 有一点要起来了 突然赶快念佛 还是很慈想 心平气和 心平气和 在那讲话 有情绪就不要 不要教孩子 要教孩子 不要动情绪 所以妙在 心里有佛号 不容易动情绪 妙在 念念为对方着想 我们就不容易动情绪了 这个叫慈忍 你看忍入的功夫 我们这个称就是 我的感受太强了 我称就上来了 念念为对方想 不容易起称心了 第二 威仪助持有责得 菩萨士德第二 身教 第三 柔和直直设身得 我们有身教 亲戚朋友信任我们 佩服我们 这个时候才好讲话 人家才肯听 人家不信任我们 甚至于觉得我们 越修越执着 不能理解我们 我们还是别劝了 真的好好 好好把道理贯通 这个学教不能学出执着 老和尚说的 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谅解 这个也包含自己的家人 一定要回过头来 反省自己 反省就是开始觉悟 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哪些执着 发现自己过失 立刻就痛改 改正自己过失 叫真修行 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学了 我们道理懂比人家多 容易傲慢 傲慢一增长 就是越修越执着 比方 比方你先生做事业 发展不错 赚了一些钱 结果这个太太说了 你能够赚钱 就是因为我去念阿弥陀佛 你才有这个福报 这个现身比较老实一听 好像有点道理 但是这个胸口 好像闷闷的 也说不出来 你看我们学佛 就喜欢用道理压人 没有体恤人家 人家在外面赚钱 很辛苦了 风吹 日晒雨灵 我们这个当太太的 在家里不用出去工作 还可以念佛 还可以到进宗学会做义工 应该感谢她做护法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人情事理都不懂 一懂大乘佛法 就又到底压人家了 所以李秉然老师说 不懂人情 不懂事理 上天害理 我们连首先 基本的要先感谢 对吗 居然把功劳全要过来 所以这个 适得 深教在前 严教在后 而且严教也是什么 柔和直直 设深得 直直是真诚 所以言语真诚 柔软 温和 所以我们行菩萨道 心要调柔 心不能太刚硬 尤其要在哪里练柔和 对待自己的父母 孝顺孝顺 要能柔顺 对父母不能柔软 对别人可以 不大可能 所以了凡事训 开解道理 开解得很好 你看 家之父兄 家里的父母 兄弟 兄姐 比自己年纪大 国之君长 你在单位里面 领导者 举凡年高 位高 年纪比我们大 这个位置 官位 这组织里面的位置 比我们高 德高 德行比我们高 士高 见士比我们高 我们都应该恭敬 家义奉士 我们也有观察到 我们学了佛了 甚至还讲课 可是对长辈讲话 很硬 那这个讲课 这个理 自己没有实践 尤其老儿上教导我们 外学 孔老夫子 温良 恭 恭 敬让 温和 善良 恭敬 节敬 敬让 所以言语要温和 恭敬 不可以 这个言语 抵触 抵触 长辈 甚至于 还有 威胁 长辈 我就不讲了 我就不干了 怎么样 叫不妥 对父母 对领导 会修的人 在这些静语里面 修出真心来 学佛没有别的 老儿上说 用真心 这一句法语 太重要了 学佛 是心去做佛 时时提醒自己 我要用真心 大顺 遇到父亲后母 害他 他在这样的静缘 这个静缘也障碍不了他 他还是修出真心 这关键在哪 关键在 不见父母后母的 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好 最后信德透出来了 变成圣人之德 所以人世间没有吃亏的事 吃亏是福 常常检讨自己 不吃亏 常常检讨自己 内学 开发自己的智慧德能 六祖大师说的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不离这一颗心 所以顺王表演给我们看 这样的静缘 还是可以练出真心来 你看诸葛孔明 面对阿斗 他的钟也是圆满的 任何境界都可以修真心 只要我们不起对立 不去分别执着 所以修行不要跳境界 安住当下 敦伦敬奋 医老上的教诲 我们要修出真心 不是太难 不用太长的时间 因为好的老师难遇 我们懂得一教奉行 少走很多弯路 柔和直指设身德 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年高 年纪比我们大的要恭敬 柔和 胃高 单位的领导 德高 德行比我们好 见识比我们丰富 我们都要侍奉 尤其是从哪里练起 在家里面 你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 违背信德 而我们在侍奉 父母长辈了 深爱婉容 发自内心 抱这个恩 很委婉 柔和 脸部都没有情绪 和颜月色 你白脸色给父母看 父母可能三天缓不过境来 柔身下气 言语很恭敬 这个很恭敬 这个侍奉 习以诚信 你看我们对父母这个柔顺养成 和气隔天之本 你养成 你对一切人 因为都是用这个心 跟父母的因缘 养成了这个 柔身下气 那你对别人 言语也是柔和恭敬 那你所到的地方 一团和气 最后呢 菩萨适得是 普代众生受苦的 代众生苦 就是很有耐心陪伴 因为我们现在 想去利益亲戚朋友 首先 每一个人有他的业力 他的家庭也有业力 整个大环境也有业力 我们自身也在修行 我们也有业力 我们在帮别人的时候 不能起情绪 发脾气 不然 一发脾气 前功尽弃 前面努力了老半天 一发脾气 火烧功得灵 所以这个 要很有耐性 去陪伴 去互念 哪怕是三年五年 都不辞劳苦 来互念父母 互念家人 互念有缘的人 好 我们翻到二十页 吉佛是心 无一心 而非心佛 吉心是佛 无一佛 而非佛心 我们看师长 讲到了 这个法门的原理 是佛在 观无量寿经所说的 说到这个地方 刚刚这一句 其实就是呼应 吉佛是心 无一心 而非心佛 是心就是佛 每一个人的心 真心 跟阿弥陀佛 没有两样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吉心是佛 无一佛 而非佛心 那这个是 是心做佛 好 那这个原理 是在观无量寿经里 所说的 那说到这个地方 师长他把五经的大概性质 顺便带出来 给诸位说明一下 净土的第一经 第一经本 是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的内容 是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源起 这个世界怎么来的 说明它的源起 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 西方极乐世界的概况 使我们对于极乐世界各个方面都有相当的了解 等于说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概论 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 在五经里面算最重要的 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最完备的一部书 这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第六品 非常的重要 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在因地行菩萨道 就是建造西方极乐世界的构想 蓝土 它那个愿不是一次发的 是在五节修行当中 你看在这五节里面 首先看了所有的佛国度 把所有佛国度的优点纳进来 缺点不要 然后 精勤求所 公圣保持 修习功德 满足五节 五节修行积累起来的大愿 西方极乐世界建成之后 这四十八愿等于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宪法了 我们修西方净土 经典决定不会违背的 古经人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介绍 或者是论述讲解 凡事与四十八愿有抵触的 我们一概不取 依法 依佛法 依经 不依人 四十八愿是根本法 西方极乐世界的宪法 比方说 有人说 我去过极乐世界的 极乐世界有男的有女的 那不对了 国无女人 说 长得 长得不一样 那不对了 跟四十八愿抵触了 这个一律无效 我们不必采取它 凡事与四十八愿相应的 那我们要采取 我们可以相信得过 所以我们对西方净土的信心 可以说就是以四十八愿做依据 决定不会错 不至于迷失的方向 佛灭度的 之前给我们说 四一法 一法不一人 现在人 靠不住 佛提醒我们 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 如恒河沙 恒河的沙 像面粉一样 那那个沙树 太多太多了 所以这一段 提醒我们 一定依四十八愿 依经典 不能依某某人说的 我们现在看 好多同修都学了好多年了 遇到这些有神通的 说什么 可以送他到极乐世界去 念一念还可以下来 无量受精四十八愿 没有这么讲 我说这个 去了极乐世界还有人 愿意下来 去了就六神通了 还下来干啥 就配合阿弥陀佛度众生 你还跑回来 受罪干啥 我觉得我们修行 不能喜好神通 很容易 感召召来这些 搞神通的 学师 现在太多了 所以弥陀经是劝我们修行的 欧毅大师在药节里面提出 信愿行三个纲领 续分里面 他老人家分这个三分 所以阿弥陀经药节 续分 信愿行 正宗分 流通分 都是用信愿行 劝我们相信 劝我们发愿往生 劝我们 执持名号 所以是劝我们修行的 一步经典 这真是苦口婆心 而药节 住得好 印光大师赞叹说 即使古佛再来 重新给阿弥陀经 做个注解 也不能超过药节 这是赞叹道 无以复加 我们今天把阿弥陀经药节 看成跟经典一样重要 绝不为故 第三 介绍 观无量寿经 里面所讲的 是讲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西方净土 理论的依据 理论补充 这个很重要 而且呢 除了理论依据之外 也讲修行的方法 也讲西方极乐世界 九品的因果 上品上品 上品上身 上品终身 要怎么修法 九品的因果 那这三经 那这三经要不是完全了解 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认识就不完备 说必须要三经合参 合起来研究 古德呢 把行愿品 加上去 变成四经 为陌生居士 有没有道理 很有道理 为什么 这个都是主师们在忽念我们 因为古大德注解 无量寿经 对无量寿经的称赞 称为中本华言 把无量寿经的地位 提得跟华言经一样高 大本华言是什么 大本就是我们现在念的华言经 八十卷 无量寿经称为中本华言 那中本还有小本 小本是什么 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是小本华言 哇 你看看古来大德 真正是不得了 所以华言经到最后 十大愿望 倒归极乐 特别是无量寿经在开端 就说明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菩萨们 几乎每个人都尊修 普贤大事之德 得尊普贤第二品 尊是遵守 修学 普贤大事之德 普贤大事之德是什么 就是十大愿望 因此我们念佛 发愿求生西方净土的人 对于十大愿望要重视 要努力的来修学 西方极乐世界 普贤菩萨的法界 佛门有一句话叫 身则决定身 为什么决定身 因为已经接通那个频道了 我们现在心形 都跟普贤形相应 跟极乐世界的频道 慢慢慢慢就接通 我们看到海贤老和尚 你观察他的形影 跟十大愿望很相应 他很多次 他说看到老佛爷 看到阿弥陀佛 他跟阿弥陀佛说 来 他要往生 阿弥陀佛说 你修得很好 给世间表法 但是 其实他的接通 在见阿弥陀佛 见好多次 所以 师长自己讲 我们这个 求生敬主的人 对十大愿望要重视 我们不能都跟十大愿望 背道而耻 这个频道接不上 首先第一 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礼敬诸佛 谁是诸佛 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我们今天 看哪个人不顺眼 对哪件事 不恭敬 不敬礼 对哪个物品 糟蹋了 这个跟普贤行 不相应 称赞如来 那有礼敬 才有称赞 我们对这个人 不礼敬 那很难称赞他 那我们礼敬人 来看到人家的本性 不着他的行为 见他的本性 不着相 因为他那些行为 忘心做主 不觉本无 我们不放心上 我们放他的真心 就能礼敬了 你真理敬他 你就容易看到他的优点 称赞如来 到普皆违向 今天假如我们觉得 要称赞一个人 好像想不起来 铁定我们对他有看法 我曾经跟大众交流到 也是用老儿上的法语 夫妻白头偕老 一句真言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结果有一个女士 在台下喊得很大声 我站在台上 她说没有优点 结果我下来 跟他说 我很佩服你 你先生没有优点 你都嫁给他 你真是有地藏菩萨的精神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所以你看 你一看他的缺点 把他的缺点一直放大 哇 你就不理静对方 你就没有看到人家的优点 大家注意 人跟人相交感 你都看他缺点 感得什么 他也看你缺点 你都不看他的缺点 赞叹他的优点 他不好意思 他善根出来 我那么多优点 你都包容 我这么一点缺点 你就赞叹 夫妻关系就变了 所以普贤行一用 家庭关系一定变了 家庭没有变了 我们这个六度普贤行 没有用上了 再来 印光大师永诗集 里面有篇文章记载 印光大师是西方极乐世界 大势之菩萨再来 我们看他一生的行为 的确很像大势之菩萨 他一生的行持 非常像大师菩萨再来 你看 经于此界设念佛人 归于净土 跟随印竹教诲了 得度的人太多了 他把这一张经又附在后面 变成净土五经 为什么 这一张经经要 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四句话 兜色六根 敬念相继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如果我们对这四句 能够深深的理解 对于这个法门就死心塌地了 不假方便 不用其他方法 自然可以念到心开意解 自得心开 就念到自性现前了 刚刚那个绝命 妙心菩萨就表演给我们看了 不会再起一个妄念 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没有怀疑了 你决定能够成就 虽然经文不长 但对于念佛的功德利益 是赞叹道的极出 又不是其他四部经所能比的 这是讲赞叹功德利益 只有两百四十四个字 而且提出修行的要领 谈的都是修学的要领方法 要异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这四句话是修行念佛的要领 非常重要 我们才晓得这个法门 确实超过了禅宗密宗 超过了一切法门 真实的超越 这是从这一部经上得到的 所以加上去成为净土五经 净土经典才真正圆满了 所以这些祖师们 都是来护我们回极乐世界的 把普贤行愿品 把净土大师之菩萨的 念佛云通通加进来 我们要珍惜 他们的护念 我们这生决定有成就 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慈悲授课 同学们请起立 礼宪法师 敬礼法师 敬礼法师 三拜 不为礼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奉送法师 免送 阿弥陀佛